大家好,我是开水 从《青春有你2》到《创造营2020》 这阵子拳王几乎都被这两档女子选修节目刷屏了 过从现在开始,大家又要开始陷入另一档节目的魅力了 那就是目前,今年,唯一的一档男子选修节目 少年知名张艺兴再次成为了全民制作人代表 而后啊,陈骁也宣布加入成为导师 瞬间勾起了不少偶像练习生的大厂回忆 没想到,学员名单出炉一看 这一次参加了学员,大多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几乎都是一档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和《创造营2019》 学员的副读节目 而虽然节目的官微至今唯有公布何时开播 但近日微博已经有不少学员的路透图出来了 大家先来品一品小哥哥们的颜值 看看有没有你PK的对象 李希侃 李希侃的人气从偶练开始一直妥妥 虽然当时止步于第13名无法出道 但这位小狐狸还是很让人期待 毕竟她的实力也是很在线的 当初她参加与《少年知名2020》的消息一出 许多大厂女孩都开始发声 要一起合力送她出道 与李希侃一起在偶像练习生时 排名在前20的徐胜恩 主要以说唱为主 曾经还被范澄澄用石包蜡条 骗进了配舞后街的表演组 超搞笑 徐胜恩还参加了中国新说唱 同时也参与了偶练的罗杰 事隔两年后 现在感觉变得更加成熟帅气了 虽然上一次的选秀中 她没有机会发挥更多的实力就离开了 但相信积累了经验 这一次她肯定能够被大家看到的 作为青春游女 人气颇高的乐华练习生学员 虽然吴文轩在青春游女时 领排名第24名 只不于20强 但离开节目后 依然不影响她的人气 吴文轩这一次的路透照 在微博上面也有不少 有点期待她的公演舞台 曾经参与青春游女后 又回国的少年知名2020的学员乐凡 希望这次的实力和排名都可以更进步 不得不说 这一次的篮球风 学员们真的很适合学员 每一位都超好看 另一名在微博上人气非常火的选手 就是这位18岁的实力舞蹈担当 左林杰 粉丝的深图好看 官方世主的预告图 官方修图太偶了 这位幸运小哥哥 也是微博人气和期待值挺高的选手 大家之前就认识她们 除了以上几位小哥哥 微博其实还有很多学员的路透照 都放出来了 不得不说 比起女学员 看到满满的少年感的男学员路透照 更让人心情愉悦 昨日郭敬明 也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了一组学员主题 MV预告图 让网友大呼啊 真的来了 我都快激动死了 既然主题曲MV已经拍摄结束 那么感觉距离节目开播也快了 大家就再等等吧 张艺兴和陈潇 继2018年的偶像练习之后 终于再次合体 而这也是张艺兴第三次成为全民制作人张匹丁 他对选手的严格要求 也是十分的备受认可的 很期待他们再次合作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